那师父有失忧的 因为自己表法不正 徐佛后 没有做到徐佛人的样子 反而以徐佛为借口 不略家务 远离家人 不参加家庭宴会 怕影响自己许愿吃全素的愿力 最后造成以家人格格不入 让家人误解徐佛就是这样的 最后因为徐佛而离婚 断了对方慧命 让对方及家人和他周边的人 对佛法生不起信心 师父 像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了一个共情问题 请师父看试一下如何圆融 很简单 如果家里人还不想不通 你就不能这么激进的走 你就是现在出家 你也跟家里人说通 对不对 你家里人不通的话 你硬走的话 会造成家里人对佛法的误解 对不对 你比方说你今天是想出家 家里爸爸妈妈都不同意 对不对 孩子不同意 老公不同意 你硬出家了 大家就会对佛法产生误解 会心里不开心 到底是一样的 你今天学佛也是这样的 你跟家里没有沟通好 没有说服好 你就硬性来 你最后让他们造口验 我问你 这个阴里面有没有你造成的阴 有 所以这么简单 那我们夫妻之间最大的恶元爆发的时候 当我们拼命的忏悔自己 改自己的毛病 同时又求菩萨妈妈慈悲加持对方 通过看到自己的变化 能够学佛念经 我们这种情况下 可以度到对方学佛吗 可以啊 要坚持啊 你让他一直把你当成菩萨 真的很干净 他就服了 就这样 你只要一会发脾气 一会好 一会像菩萨 一会像像像像像人 或者像畜生 你说说看谁会服你啊 听得懂吗 我个人觉得如果 如果即使度到对方的话 双方还有个境界差异问题啊 如果俩人没学院清修的话 仍然是在轮回中啊 对啊 那没办法啊 那谁叫你 谁叫你 谁叫你有这些人间的烦恼的了 你想想看好了 对不对啊 那人家 人家法师们出家了 他就是没这种烦恼了呀 所以很多人就跟法师 一交朋友 一学 法师们总是劝你 劝你出家呀 他说你要断掉这些烦恼 你就出家呀 是这样的呀 那出家的人是没有这种烦恼了呀 那你要结婚呀 你你就等于你又要结婚 又不想做那种夫妻之事 你想想看你不是 你这种不是自相矛盾的事情吗 是啊 你要是想干净你结什么婚了 你结了婚了之后你想干净的话 你就慢慢要退呀 就这么简单了 对 好了有什么办法了 退到最后呢 法师咯 但是 这位台长来跟你们说 我不劝 人家这么做的 因为你是居士 你境界没那么高 你就先把家里维持好 你连家里都维持不好 你学什么心 修什么心 学什么佛啊 好了 只能这么讲啊 明白了吗 明白 啊 不能劝的 这么多的居士 居士多呀 法师是开悟者 开悟者少呀 好了